好 就在玉里菜市场内的 民权街公有停车场 因为不收费 许多车位是长期被车辆霸占 不仅有摊商占据车格来卖东西 还有车直接跨在人行道上 那么车位是被长期占据了 也导致许多民众找不到车位 就直接把车停在街道旁边 占据整条的马路 那么民众呢是抱怨连连 那么政公所将会重新来规划 甚至要打算收费 来改善停车位被霸占的问题 天市场一早就涌入人车潮 但是停车格都停满车子 不过仔细一看 有些车子还挂上这宇宙 看起来像是停了一段时间 来逛市场的民众 逛了好几圈就是找不到车位 只能路边聆听 车罩把它盖起来 应该是附近的 应该可能是附近的占用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停 因为市场白去很多人 你这样轮我们都没办法停 不仅有贪商占据车格卖东西 还有车跨在人行道上 车位长期被占据 也导致许多民众找不到车位 就直接把车停在街道边 占据整条马路 民众抱怨连连 政公所将重新规划 甚至打算收费 来改善停车位被霸占的问题 已经邀请了我们花莲县 县警察局前交通大队的大队长 黄真章先生 他也会一起邀请 这个我们议理派出所 这个交通组的组长 一起来做这个专业的这个评估 公文俊强调 停车问题与镇内商圈发展息息相关 需要全面性的评估 他也呼吁乡亲在公所进行整体改善之前 误滥用公有停车场资源 让有限的停车 为真正服务有需要的人 政公所将持续努力 确保玉里镇停车环境的有序跟整洁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